中午,他们在另一个小镇吃了饭,这里的饭菜味道和城市里也差不多,就是给的分量几乎多了一倍。 饭后,在镇政府前的一个长椅上,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中昏昏欲睡地坐了一会儿,又开车,信马油浆地失去。 不知不觉,他们发现,路进山了,这里的山,形状平淡无奇,没有深谷,悬崖,只被贫瘠,只有灰色盐缝中的枯草和金条丛,几亿年间,这些占累了的山躺了下来, 在阳光和时间中沉于平和,也使得行走在其中的人们,感到自己变得和这山一样的蓝散。 这里的山,像坐在村头晒太阳的老头儿吗? 他说,但他们路过的几个村子里都没有见到那样的老头,没有谁,比这里的山更悠闲。 不止一次,车被横过公路的羊群挡住了,路边也出现了他们想象中应该是那样的村子,有窑洞和柿子树,核桃树,石器的平房顶上高高地剁着以拖粒的玉米芯。 狗也变得又大又凶了,他们在山间,走走停停,不知不觉,消磨了一个下午,太阳西下,公路早早地引在阴影中了。 罗姬开车,沿着一条坑洼的土路,爬上了一道仍被西洋映照的高高的山脊,他们决定把这里作为旅行的终点,看太阳落下后,就回返。 他的长发,在晚风中清阳,仿佛在极力抓住西洋的最后一缕金灰,车刚驶回公路上,就抛锚了,后轮轴坏了,只能打电话叫维修救援。 罗姬等了好一会儿,才从一辆路过的小卡车司机那里打听到这是什么地方,让他感到欣慰的是,这里手机有信号,维修站的人听完他说的地名后,说维修车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那里。 日落后,山里的气温很快降下来,当周围的一切,开始在暮色中模糊时,罗姬从附近的梯田里收集了一大堆玉米结杆,生了一堆火。 真暖和,真好。 他看着火,像那一夜在壁炉前那样高兴起来,罗姬也再一次被火光中的他迷住了,他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所淹没,感觉自己和这篝火一样,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他带来温暖。 这里有狼吗? 他看看周围越来越浓的黑暗闻。 没有,这儿是华北,是内地,仅仅是看着黄凉,其实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。 你看,就这条路,平均两分钟就有一辆车通过。 我希望你说有狼的。 他甜甜的笑着,看着大群的火星向夜空中的星星飞去。 好吧,有狼,但,有我,然后,他们再也没有说话,在火边默默地坐着。 不时把一把截杀放进火堆中,维持着它的燃烧。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罗吉的手机,响了,是白荣打来的。 和他在一起吗? 白荣轻轻轻地问,不,我一个人。 罗吉说着,抬头看看,他没有骗谁,自己真的是一个人。 在太行山中的一条公路边的一堆篝火旁,周围只有火光中若隐若现的山石,头上只有满天的繁星。 我知道你是一个人,但你和他在一起。 是,罗吉低声说,再向旁边看,他正在把截杆放进火中,他的微笑同窜起的火苗一起,是周围亮了起了。 现在你应该相信,我写在小说中的那种爱情是存在的吧? 是,我信了,罗吉说完这四个字,立刻意识到自己和白荣之间的距离,也真的有实际的那么远了。 他们沉默良久,这期间,细弱油丝的电波,穿过夜中的群衫,维系着他们最后的联系。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她,是吗? 是,很早的事了。 她现在在哪儿? 罗吉听到白荣轻笑了一声。 还能在哪儿? 罗吉也笑了笑,是啊,还能在哪儿? 好了,早些睡吧,再见。 白荣轻笑完,挂断了电话,那跨越漫漫黑夜的细丝,中断了。 丝两端的人都有些悲哀,但也仅此而已。 外面太冷了,你到车里去睡好吗? 罗吉对他说,他轻轻摇摇头。 我要和你在这儿,你喜欢火边的我,是吗? 从石家庄赶来的维修车,半夜才到。 那两个师傅看到坐在篝火边的罗吉,很是吃惊。 先生,你可真进洞啊,引擎又没坏,到车里去开着空调,不比这么着暖和。 车修好后,罗吉立刻全速向回开,在夜色中冲出群山,再次回到大平原上。 清晨时,他到达石家庄,回到北京时,已是上午十点了。 罗吉没有回学校,开着车静止去看,心里一声,你可能需要一些调整,但没什么大事。 听完罗吉的漫长的叙述后,医生对他说,没什么大事。 罗吉瞪大了满是血丝的双眼,我疯狂地爱上了自己构思的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。 和他一起生活,同他出游,甚至于,就要因他和自己真实的女朋友分手了。 你还说,没什么大事。 医生,宽容地笑笑。 你知道吗,我把自己最深的爱,给了一个幻影。 你是不是以为,别人所爱的对象,都是真实存在的? 这,这有什么疑问吗? 不是的,大部分人的爱情对象,也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。 他们所爱的,并不是现实中的他或他,而只是想象中的他或者他。 现实中的他,只是他们创造梦中情人的一个模板。 他们,迟早会发现梦中情人与模板之间的差异。 如果,适应这种差异,他们就会走到一起,无法适应,就分开,就这么简单。 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,你,不需要模板。 这难道,不是一种病态? 只是像你的女朋友所指出的那样,你有很高的文学天赋,如果把这种天赋称为病态,也可以。 可,想象力达到这种程度,也太过分了吧? 想象力没有什么过分的,特别是对爱的想象。 那我以后怎么办?我怎么,才能忘掉他? 不可能,你不可能忘掉他,不要去做那种努力,那会产生很多副作用,甚至真的导致精神障碍。 顺其自然就行了。 我再强调一遍,不要去做忘掉他的努力,没有用的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的。 其实,你很幸运,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存在,能爱,就很幸运了。 这,就是罗吉最投入的一次,爱情经历。 而这种爱,一个男人一生只有一次的。 以后,罗吉又开始了他那漫不经心的生活,就像他们一同出行时开着的雅阁车,走到哪儿,算哪儿。 正如那个心理医生所说,他对他的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了。 当他与一个真实的女性在一起时,他就不会出现,到后来,即使他独处,他也很少出现了。 但罗吉知道,自己心灵中最僻静的疆土,已经属于他了。 他将在那里伴随他一生,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所在的世界。 那是一片宁静的雪原,内里的天空永远有银色的星星和弯月,但雪也在不停地下着。 雪原,像白砂糖般洁白,平润,静得,仿佛能听到雪花落在上面的声音。 他,就在雪原上一间精致的小木屋中,这个罗吉用自己思想的肋骨造出的下瓦,坐在古老的壁炉前,静静地看着跳动的火焰。 现在,在这凶险莫测的行程中,孤独的罗吉想让他来陪伴,想和他一起猜测行程的尽头有什么。 但他,没有出现,在心灵的远方,罗吉看到他仍静静地坐在壁炉前,他不会感到寂寞,因为知道自己的世界坐落于何处。 罗吉伸手,去拿床头的药瓶,想吃一片安眠药,强迫自己入睡。 就在他的手指接触药瓶前的一刹那,药瓶从床头柜上飞了起来。 同时飞起来的,还有罗吉扔在椅子上的衣服,他们直上天花板,在那里待了两秒钟后又落了下来。 罗吉感到自己的身体也离开了床面,但由于睡袋的固定没有飞起来。 在药瓶和衣服落下后,罗吉也感到自己重重地落回床面。 有那么几秒钟,他的身体感觉被重物所压,动弹不得。 这突然的失重和超重令他头晕目眩。 但这现象持续了不到十秒钟,很快,一切恢复正常。 罗吉听到了门外脚步踏在低毯上的沙沙声,有好几个人在走动。 门开了,使墙探进头来。 罗吉,没事吧? 听到罗吉回答没事,他就没有进来,把门关上了。 罗吉听到了门外滴滴的对话声。 好像是护航交接时,出了一点误会,没什么事的。 刚才,上级来电话,又说了什么? 说是,一个半小时后,护航编队要空中加油,让我们不要惊慌。 计划上,没提这茬啊。 嗨,别提了,就刚才乱了一下子,有七架护航机把副油箱给抛了。 尖机机在进入空中格斗状态时,要抛弃副油箱,减轻重量。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? 算了,你们去睡会儿吧,别弄得太紧张。 现在这状态,哪能睡啊? 留个人守着就行了,都怎么耗着,能干啥? 不管上面怎么强调重要性,对安全保卫工作,我有自己的看法。 只要该想的想到了,该做的做到了,整个过程中,要真发生什么,那也随他去,谁也没办法,对不对? 别静敢自个儿过不去。 听到了护航交接这个词,逻辑叹气深,打开了弦窗的隔板向外看,仍是云海茫茫。 月亮,已在夜空中斜向天边,他看到了尖机机编队的尾迹,现在已经增加到六根。 他仔细看了看尾迹顶端那六架小小的飞机,发现,他们的形状与前面看到的那四架不一样。 卧室的门又开了,史强探见了半个身子,对罗吉说,罗兄,一点小问题,别担心。 往后,没啥了,先去睡吧。 还有时间睡吗?都飞了几个小时了。 还得飞几个小时,你就睡吧。 史强说完,关上门,走了。 罗吉翻身下床,拾起药瓶,发现大使真仔细,里面只有一片药。 他把药吃了,看着闲窗下面的那盏小红灯,把它想象成壁炉的火光。 渐渐睡着了。